您好,欢迎来到天文学通识 前两件,我们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 介绍了一下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还有一个角度也特别值得介绍 那就是我们人类是否孤独 宇宙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生命 这个问题对于天文学很重要 对你理解天文学也很重要 之前介绍宇宙学原理的时候 感觉这个原理只是在帮助我们去解释各种奇怪的现象 宇宙学原理可不只是能帮我们解释现象 它还能指导我们去发现现象 在寻找外星生命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靠着宇宙学原理的指导 去进行探索和发现的 如果你有机会去问天文学家 问他们是否相信有外星生命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但我敢肯定绝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相信 那为什么天文学家没有实施证据 也依然相信有外星生命呢 就是因为宇宙学原理 我们不相信地球是特殊的 所以宇宙中应该有很多和地球类似的星球 我们也不相信人类文明是特殊的 所以我们肯定不是全宇宙中第一个诞生的文明 否则的话也就不符合宇宙学原理了 所以那么多和地球类似的星球 上面肯定已经诞生了生命 甚至它们的文明程度远高于我们 所以外星生命早已存在 只是我们尚未发现 其实这里头有个问题 我们人类文明现在能力有限 探索不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没有发现外星文明 这很正常 可是我们在宇宙中并不特殊 我们的文明是平庸的 那为什么没有更发达的文明来发现我们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而且很多人尝试给出了解释 比如说宇宙中的文明都有一个天花板 任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就会自我毁灭 也就是说 没等到高级文明发现我们 它们就都已经自我毁灭了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高等文明其实早就发现了我们 只是没有和我们联系 我们就像是野生动物园里的保护动物 被它们观察和研究 如果你看过小说三体的话 肯定知道黑暗三菱法则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因为各个文明都互相猜疑 所以谁也不愿意首先暴露自己 所以整个宇宙看起来才是静悄悄的 甚至这个假设呀 还带来了一个大讨论 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接触外星人 不过人类的好奇心啊 它也是防不住的 霍金曾经反对主动接触外星人 但是在他生命的晚年 却支持了一个项目 要发射探测器到比林星去看看 比林星那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恒星 那可是三体人的老家呀 所以我们还是要主动去探索 探索中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亲自去看看 但是宇宙这么大 我们的能力又非常有限 比如像旅行者号 它已经是飞得最远的探测器了 也只是刚刚脱离太阳风的影响范围 它要想脱离太阳引力范围 到达其他的恒星 还需要至少上万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取舍 优先选择出最有可能的地方去探索 这就又要使用到宇宙学原理了 优先去探索那些和地球相似的星球 地球上有生命 那么跟它相像的地方 也最有可能有生命 所以人类最开始 就对金星和火星充满了期待 因为它们大小和地球类似 到太阳的距离也非常合适 所以人类的探测器 最早也是去向这两颗星球 金星 前苏联和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就已经发射了探测器 整个金星都被温室气体覆盖 地面温度有400多摄氏度 可以把金属纤融化掉 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火星也一样 当探测器到达火星后发现 这就是一个红色的戈壁 没有发现任何水的痕迹 更别说生命了 其实当发现金星和火星 不存在生命后 天文学家就已经对太阳系 不抱什么希望了 金星火星没有 其他星球更不可能了 要么太近 要么太远 都不可能有液态水 可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转机 太阳系里还是非常有可能 存在外星生命的 不过我们的信心 不是来自于太阳系里的行星 而是卫星 其中最振奋人心的 还是2014年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的发现 他发现土星的卫星 土卫二 是一个被冰层覆盖的星球 而且在冰层下面 有一个全球性的液态海洋 在这里已经具备了所有生命诞生的条件 甚至有人说了 如果把地球上的深海微生物 拿到土卫二 它们是可以继续繁衍下去的 不过卡西尼号还只是远远的 从土卫二身边掠过 没有登陆土卫二 后来卡西尼号燃料耗尽 在NASA操作下主动撞入土星 销毁了 这也是担心探测器上 携带的微生物 会入侵了土卫二原有的生态系统 所以如果想要有更深入的研究 只能等以后再有探测器 到达土卫二附近了 这还是在太阳系内 我们靠探测器就可以去看看 那要是太阳系之外呢 就更需要宇宙学原理的指导了 在宇宙学原理的指导下 至少有两种方式 可以帮我们去探索 这两种方式的思考角度非常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考虑我们为什么会存在 我们存在的原因 也应该是外星生命存在的原因 另一个是考虑如果我们一直发展下去会如何 我们会做的 外星生命也会去做 什么意思呢 先说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会存在 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通过了解地球生命的诞生条件 去判断哪些地方最有可能诞生生命 就比如 对地球生命最重要的 就是液态水 所以我们探测系外行星 也就是太阳系外的行星的时候 就会特别关注它们是不是在移居带 移居带的意思就是 行星距离恒星的位置不远不近 恰好可以维持液态水的存在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了 因为移居带是一个很窄的范围 就比如我们太阳系吧 如果把太阳系的范围 看作是一个足球场的话 那移居带呢 只相当于用刻刀 画下一道的宽度 这么窄的一道 是不是符合条件的行星就特别少呢 地球可能就只是一个巧合 事实上并不是 移居带中的行星 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就比如 在2017年发现的地外行星系统 就有7颗和地球差不多大的行星 而且有6颗是在移居带上 这其实也给了天文学家更多的信心 移居带的行星这么多 概率上来说也应该是有外星生命的 这是第一种思考方式 是从过去寻找线索 第二种思考方式呢 就完全相反了 它是从未来来寻找线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方式思考的问题 我们如果一直发展下去会如何 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啊 是我们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是未来的事情 更发达的文明应该已经做到了 利用这个方法寻找外星文明 最经典的就是寻找戴森球了 注意 我这里说的是外星文明 而不是外星生命 没有形成文明是无法做到的 戴森球是什么意思呢 戴森球 最先是由物理学家 弗里曼·戴森提出来的 他通过研究人类文明知道 文明的发达程度啊 和它对能源的利用程度是相关的 所以一个高等文明发展到后来 肯定会把整个恒星的能量都利用起来 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太阳能电池板 把整个恒星都包起来 一点也不浪费 这个把恒星包裹起来的球 就叫戴森球 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从远处看 这颗恒星的发光情况 一定是非常异常的 所以只要在宇宙中 发现那些恒星的发光是异常的 那么它附近很可能就有外星文明 这个想法并不只是一个思想实验 这么简单 如果你去看天文学的论文的话 经常可以看到天文学家们 讨论戴森球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当然了 造成恒星发光异常的原因有很多 戴森球只是其中一个解释 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 被大家公认的戴森球 其实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 那就是监听宇宙中发来的信号 如果有外星人的话 他们一定会像我们一样 希望找到同伴 所以他们可能早就给我们发了信号 只是我们还没有接收到 由天文学家德雷克和卡尔萨根 发起的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也就是SITI计划 就是组织地球上的射电望远镜 去接收宇宙中的电磁信号 看看是不是能找到外星人发来的信息 我们国家新建好的FAST天眼望远镜 是现在最大的单口径望远镜 他也会进行搜索外星文明的工作 所以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 很有可能第一个接收到他们信息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 总结一下 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宇宙基本问题的生命维度 首先因为我们相信宇宙学原理 相信地球和我们人类文明不特殊 所以我们也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第二直接探索是寻找外星生命最直接的方法 我们会优先选择跟地球相似的星球探索 现在土威尔是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 第三无法探索的地方 我们仍然可以在宇宙学原理的指导下寻找线索 比如寻找宜巨带和戴森球 或者直接接收外星人的信息 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这一讲我们讲的是对外星生命和外星文明的探索 但是也有一些人反对我们去主动接触外星人 他们认为我们的宇宙就像是科幻小说三体力说的一样 是一片黑暗三菱 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主动接触外星人吗 为什么呢 好 这一讲就是天文学基础三问这个模块的最后一讲 下一讲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模块 为你讲一讲太阳的性格 下一讲见 下一讲